这个Studio Tour是影城的游览车车站 我们怀着焦急的盼望 兴致勃勃地走进站台 我们要乘坐这个由四节车厢组成的电影之旅游览车 来一览好莱坞影城的神奇 这位摄影师为您留影 你可以在结束游览时看照片满意再付费 尽管导游在眉飞色舞阵阵有词 我们却无暇顾及了 我们贪婪地搜索着路边的景色 现在掠过的几十个电影广告牌 是好莱坞优秀影片的罗列 它们是美国历年来获奖 以及上座率最高的影片的海报 这些封闭的建筑是好莱坞的电影生产车间 它如此宽大和宏伟 犹如重工业生产基地一般 我们真难以想象 好莱坞的电影工程师们 在里面是如何地编造着那些 离奇怪蛋的神话 路边的这些平房是影城工作人员的临时住宅 因为影视工作者常常通宵达的日以继夜的加班 回家不方便的时候就在这里栖息 现在我们已经行进在三十年代 美国芝加哥和纽约百老汇的大街上 这就是科幻电影《回到未来》的时钟广场 可以说这些建筑和街道 都是专为特定的年代和国家以及地区而设计的 所以大部分的历史影片城市外景拍摄 好莱坞的灵魂工程师们 都不用再出远程了